以上,我本來的苗栗線 第一,我本來的 新新來後的原住民族行政處 以上,北施海恩 我本來的新新來 還有三年十月 我本來的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那今天,我本來的 我本來的新新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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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新來後的新新來後 我本來的新新新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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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把我們原住民 當作好像是一個被愛化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我們行 這個原民處 是好像我們的窗口一樣 我們的窗口直達到 中央的一個最好的快筆 快筆窗口 把我們變成三等的姓名 這是這種做法 我們身為原住民 不管說塞蟹或是代言 我們應該一定要拿出 我們最強烈的抗議的聲音 我們應該不計所段 要把這個位階給它保持住 她們會喜歡兩個人 她們暫停的是 她們把她們調整 我kea給我 若不 Dude 我要提醒 我把我ują 她們爭取 小軍人 這是一個 今年的7月1号已经发布解释令了 明确地指出这个条文里面 所称的原住民族专责单位 必须是一级机关 一级单位 那苗栗县政府呢 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修正了自己的组织规范 这个是合乎地方制度法的规定的 不过后续呢 他们的法规啊 修正完毕之后 仍然要送那个内政部 还有全序部进行审查 第三个原民会给苗栗县 他们的威力表现 在一个女生的长途中 已经有了 但当时的威力表现 他们的威力表现 这些威力表现 方式的威力表现 下一次的威力表现 现在的威力表现 原住民族委员会对于104年7月1号所发布的解释令 指出专责单位必须是一级机关跟一级单位的这个立场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仍然不会修正这个解释令 在104年的8月28号下午3点 我们在我们县级的立法委员徐志荣的办公室 那徐委员有召集了行政院 还有这个原民会 还有内政部还有权序部 让长官做出了一个决议 就是说尊重县市政府的自治权责 所以他是同意我们设立原住民事务中心 我建议我们的名义代表可以召开 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说明会 为整我们整个县族人的一个名义之后 我们来争取跟县长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对谈 就是当然目前来看 这些资源都不是现在可以看得到的 需要说改成中心之后 我们才会慢慢地从预算 从各方面来看 有没有变少 那目前真的我们很难去 可以执政说资源会不会变少的问题 我们也要订的时候 我们也要订阅了 我们在所讲一下 我们就未经常听到发展 我们有什么事 我们在这些程中希望 我们如果在这里 我们被独立人来想 我们就好好打努力 我们在简单上 我们在这些时候 我们在他们在的文字里 我们在��尊重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